我家开了一个生鲜超市 口号是不卖隔夜菜 每天晚上打折 半点一将折扣 到晚上十一点半打一折 早去食材新鲜 晚去享受优惠 可却被几个贪便宜的老头老太太盯上了 每天七点半准时扫荡 选好了东西也不来结账 随便一做就做到晚上十一点 两三斤的牛腩肉 十块钱买走 上好的排骨 五块钱买走 还有些龙虾海鲜 个个都没能幸免于难 那咋啦 你们店里就是这么规定的 十一点打一折 我们刚刚没挑好 先到先得 你要是眼花算错了钱 小心我举报投诉你 让你家店开不下去 我一脸问号 一 我爸在奶奶家附近 新开了一个生鲜超市 我家的生鲜超市是连锁 陆陆续续也开了五六家门店 店里的生意都很不错 多是开在中高档小区附近 奶奶家这一片原本是个村 近几年发展拆迁 才新带了几个小区 原先的村民也都住进了回迁房 我爸原本是不想在这里开超市的 老人少了年纪 身体总是不大好 我爸担心奶奶 要在奶奶家久待 再加上因为是新带起来的小区和回迁房 周围的店民超市没有几个 大的菜市场也在几公里开外 考量一番 最后这事也就定了下来 开业那天 我家店里的生意火爆一场 我家生鲜超市的口号是不卖隔夜菜 店里的蔬菜 海鲜 肉蛋奶都只卖一天 每天从晚上七点开始打折 七点打九折 八点打七折 九点打五折 到晚上十一点半打一折 就相当于全场白送了 早去食材新鲜 晚去享受优惠 现在市场上的生鲜超市竞争压力大 我家也是靠着这种方式发家致富 开业前三天 消费满68反18的电子优惠券 活动力度很大 店里人满为患 我和我爸在店里帮忙 附近小区的居民都来了 多是大爷大妈 不大的门店里挤得满满当当都是人 我拿着大喇叭维持秩序 一个大爷扎在人堆里问我 你们店每天晚上都打折 我说了声事 每天晚上七点开始全场打折 七点打九折 七点半打八折 每半个小时降一折 晚上十一点半打一折 店里的蔬菜 海鲜 肉蛋奶 保证新鲜 都是当天现卖 我们不卖隔夜菜 我们门店是连锁 发现隔夜菜打电话举报 假一赔时 大爷一听 差点没乐开花 他一拍大腿就嚷嚷道 打一折 那就是原本一百块的东西 花十块钱就能买下 还有这种便宜 那群大爷大妈们一听 当即表示 现在先逛逛看看 先不买 等到晚上打一折的时候再来 我一听就在心里笑了 做生意的 没比别人多两个新银子 能赚钱吗 一切的优惠力度和营业模式 都是建立在赚钱的基础上 我家超市一般等到晚上八九点 店里的菜就所剩无几了 稀稀拉拉 全是写别人挑剩下的 白送给人 人都嫌弃的那种 一般七点半左右 上班族下班 就是最后一波可流量高峰 更别提 现在还是刚开业 活动力度最大的时候了 果不其然 那些大爷大妈们 左熬又熬 终于熬到晚上十点来 我家店里大展拳脚的时候 一进门 全傻眼了 货柜上早就空空荡荡 稀稀拉拉 剩下几根菜叶子 什么海鲜 牛肉 早就卖得一干二净 大爷大妈们 当下就气得两眼发昏 在店里吵吵起来了 一个大爷拔高了嗓门喊 这怎么都卖完了 旁边的姚立荣大妈 面红耳赤 连声附和 是啊 我平常九点就睡了 今天专门您大腿熬到十点来 结果就剩下这些烂菜叶子 白给我的不要的 他们您一言我一语 叽叽喳喳炒成一团 这些人都是傻的吗 有便宜不占 不等到一折的时候再买 这么早买回去做什么 是啊 自己有便宜不占 还要让别人也占不上 这就是害人的 他们聚在店里 嗓门一声比一声高 有个店员小姑娘 已经上去劝 试着安抚 小姑娘好言好语 这几天店里活动力都大 再加上大家都是七八点下班 明天您早些再来看看呢 小姑娘说话 嗑嗑气气 态度也是没得挑 我也很客气的劝 让他们明天早些来 可一连几天 他们都没像想象中那样 占到便宜 为首的姚立荣大妈 终于在第三天破了房 扯着嗓子就开始尖叫 这是你们店的规则有问题 这是欺诈消费者 一点都没有同理心 不尊老爱诱 二 一张嘴说不过七八条舌头 更别提战斗力 不容小趣的大爷大妈 本来没人搭理他们还好 眼下一搭理 他们更是集中了火力 对着一个人开炮 但凡有店员敢去搭茶 就少不了被他们团团围住 脸都憋得通红 除了道歉 再也挤不出来半个字 他们的架势也越来越嚣张 三天就改头换面 变成了一副活脱脱的土匪样 他们从我们店欺诈消费者 说到要去12315投诉举报 还有说要告到妇联的 从小耳熟目 然 跟着我爸开店十几年 毫不夸张 我从没想过人居然可以这样 见过难缠的 但没见过一点里都不讲的 我有些恼了 学着他们的模样 也开始扯着嗓子叫 对店里的规则不满意 不服气 觉得我们是黑店的就去举报 欢迎你们 我瞪然的姚立荣大妈 谋足了劲 就朝着她喊 催着她现在就去举报 这附近多是上班族 人家要上班 下班了抽货买买菜 人人都有钱又闲 十公里开外也有大菜市场 你们再站在店里吵 我们就报警了 和他们这种不讲理的讲理 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必多费口舌和他们解释 拿出点强硬的态度出来 他们就怕了 我不愿意把话说得太难听 毕竟我家店还要开门做生意 一见我是快硬骨头 他们的口气马上就软了不少 有的闭上嘴不吭声 一个劲的血眼瞅我 有的索性装没听到 专注于货柜上的那几根烂菜叶子 还有的拉不下脸 咽不下这口气 继续要和我掰扯的 那我就往死里对 阴阳怪气说 他们占便宜 没捞到好处破房了 非要把事情捞到这种地步 这下好了 一个个全都哑口无言 他们轰帽着 不情不愿的散去 隔壁一家卖烟酒的大姨 见了我家店这场景 拉过我小声提醒 你们不在这住吧 你打听打听去 这几个老东西都是最不好惹的 那几个大爷大妈的背影已经远去 可大姨依旧十分警惕 瞪圆了眼睛 这附近谁家开店 不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别惹到这几个 别说灵气搞特价的了 就是明码标价的东西 他们也是要应占便宜 这附近店少的原因也多亏了他们 一劝你别和他们对着干 也就五六个老头老太太 有些小便宜就让他们占了 毕竟开门做生意哪有不吃亏的 别到时候闹得关门了 得不偿失 果不其然第二天 那群老头老太太就在各大业主群里 去去我家电视黑店 讨不到好处 还遇到我这块硬骨头 碰了一鼻子灰 他们开始着急了 他们的手段一登场就是无下线 这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新开的那家生鲜超市 大家都可别再去了 我昨天在他们那买了肉 谁知道一吃当天晚上全家老小上土下泄 我大孙子都送急诊了 是啊 我晚上去店里 想找点别人剩下的便宜菜 结果人家店里一个小姑娘特别横 说我买不起别买 还说人家店上面有人 我举报投诉都没用 顾客就是上帝 这哪是开店啊 我竖着进去都怕是要横着出来了 大家可千万别去啊 没有吧 我昨天早晨去的 店里的东西又便宜又新鲜 我买了一大袋子 才花了七十多 马上冲五百块钱会员 你们几个快别瞎说了 每次附近开超市 你们几个都要去闹 先连锁再被你们搅和的关门了 我们上岗买菜去 一见有人替我家店说话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马上就开始发语音 挨个队 六十秒的语音是微信的极限 不是老头老太太们的极限 一口流利的土话说得极其难听 学了点新鲜词汇就硬套 一会嚷嚷着 我们是官商勾结 资本主义的走狗 一会又戳人家新窝子 攻击别人的家常理短 三 群里吵翻了天 那几个更不好惹的婶子一出马 老头老太太们就都闭上嘴 他们造谣污蔑我家店 我同样不能坐以待毙 我洋洋洒洒编辑了一段话 反手就发到了群里 我是生鲜店的店长 感谢大家对我们店的关注 特地延长开业大筹兵的时间 到一个礼拜 会员冲二百反二十 月月有带金券 更多活动 大家关注小程序 参与抽奖零打折券 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家店供货渠道透明可查 店内24小时监控 空口无凭造谣抹黑我们店 要负法律责任 有任何情况提供消费记录 我们店全权负责 几个大姨特地帮我爱特了 那个说买我家菜回去吃 全家上土下泄进医院的老太太 结果那群嗡嗡如同苍蝇一般的 老头老太太们 这会马上又不吭声了 装龙作哑 我虽然损失了几个老头老太太的生意 可却换来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归根结底 我家的生鲜物美价廉 满五十还免费配送上楼 各项成本算出去 开销虽然不少 但这个门店的生意 也是实打实地做起来了 有时候都等不到晚上开始打折 店里的东西就都卖得七七八八 月底的时候 我爸还专门给员工们 包了大红包做奖金 大家工作轻松 工作环境还好 赚的钱也不少 虽然都是尽心尽力 那几个老头老太太们 瞧见一个月过去 我家不仅没倒闭 生意还越来越火 偏偏自己还一次便宜 都没占到就越想越气 他们不甘示弱 心生一计 店里晚上七点开始打折 于是他们约好了六点 一起扎堆在我家店里 晚上六点 还不是最后一波 客流量高峰 他们围在店里 对着货柜这条条纳减减 选好了东西也不来结账 随便坐在角落的一个货箱上 就开始闹 边闹边斜眼 我们店里的员工 尤其是我 他们这一做 就做到了晚上十一点 所有品香好的菜和肉蛋奶 都被这帮老头老太太垄断了 死活不结账 就在手里死死地攥着 带头的姚立荣老太太更是 胳膊上胯的框里 装得满满当当 像小山一般 期间还有别的客人进来 尤其是上班族下班的高峰 别人进来挑挑拣拣 可货柜上剩下稀稀拉拉 全是些品相不好的 他们凶神恶煞的往内坐 人还没走到他们旁边 他们就开始挤眉弄眼的飞眼刀 满脸的褶子阴影扒 眼珠子瞪起来 撕着牙嘴里在无声的小幅度 开开合合几下 就吓了别人褪鼻三射 几个店员轮着去劝了几次 他们的嗓门一声比一声高 更是格外的硬气 那咋了 我们还没选好 就是没选好我怎么结账 又不是没结账就出门了 你这开门做生意还碾客人呢 你要是嗓门大些 他们大有马上就躺地下的打算 十一点一到 他们边吵吵嚷嚷嚷 挤在柜台前结账 姚立荣大妈对着结账的店员指指点点 现在可是十一点了 你看清楚了结 都是打一辙 你要是眼花算错了账 小心我投诉你 嘴巴一张 唾沫星子边兜头而下 营面被喷了满脸 店员有苦说不出 为难了看了看旁边的我 我点了点头 他才开始一件接一件的扫码结账 两三斤的牛腱子肉 十块钱买走 三十个一盒的土鸡蛋 五块钱买走 还有些龙虾海鲜 个个都没能幸免于难 我敢说 要是我们整个门店也打一辙 他们一定拆了屋顶 卸了地板 直接抢成毛坯房 结账的时候 老头老太太的脸上可算是乐开了话 一脸褶子笑得合不拢嘴 连同脸上的老年般都如沐春风 可偏偏他们占了便宜 还不愿意说便宜 非得十分领巴地说 要不是打折 我们店里的东西可是贵的泽舌 又当又利 脸皮之后无人能及 四 那些贵价的东西有一半原因 是给晚上打折的时候特供的 价格歧视做噱头 提高购买力 可这一折 确实是板上钉钉的亏了本 由他们这么一闹 一天下来不能说一毛不赚 起码得倒贴一天的水电费 结账的小姑娘又急又气 等着老头老太太离去的背影 撇着嘴巴说 没见过正不要脸的 敢也敢不走 也不能在门上贴狗 与老头老头不得入内 好好结账 还要白白受他们一顿气 如他所说 一时间我算是陷入了两难 我想着隔壁开烟酒店大意的话 觉得稍稍让步缓和些关系 也未尝不妥 可没想到不是未尝不妥 简直是实在不妥 对于无底线不要脸的人来说 只要我们的蛋壳上有一丁点缝 就会被这群苍蝇 钉到彻底破了壳 拆吃入腹去 正赶上我家里出了事 奶奶要做手术 打内障 不算大手术 上了年纪 问题都在数后 要住院一个礼拜观察 店里的生意也就先这么搁置下来 可没想到这一个礼拜 店里可算是乱成了一锅粥 代理店长更是三天两头打电话来 痛哭流涕 哭爹喊娘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自那天尝到了一点甜头后 就愈发肆无忌惮起来 晚上雷打不动六点扎堆到店里 先花一个小时挑挑拣拣 然后三五成群一屁股坐在角落里干等 货柜上空空荡荡 他们矿里倒是满满当当 他们上次更是和一个来买菜的花卷头老太太吵了起来 花卷老太太一连好几天没买到新鲜菜 气急败坏就要抢姚立荣老太太矿里的 花卷老太太气得破口大骂 这么大岁数了 没脸没皮的 连着三天了 我天天接大孙子 回来一根菜叶子都没买到 姚立荣老太太也不甘示弱 死死抱着自己的矿就不撒手 恶狠狠的狂吠 这是我的菜 你抢我的菜 我是老人 懂不懂尊老爱幼 有没有同理心 我岁数可是比你还大 你跟我讲尊老爱幼 花卷头大一不惯着他 哪就是你的菜 连赵都没劫 怎么就成了你的菜 两个人争执不下 店员轮着去劝 都是无果 双方都像一点火就要爆炸的炮杖 瞪眼的瞪眼 跺脚的跺脚 两边都不甘示弱 大战从户土口水生了急 演变成上手推丧 他们俩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谁敢上手来 代理店长劝不动 吓得要报警 谁知电话刚掏出来 花卷头老太太就大喊着 都不用拦 我比她岁数还大 初老是算我的 我今天就要制止这个老不死的 花卷头老太太胳膊肘一使劲 就把那姚丽荣老太太 绝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花卷头老太太二话不说 就把她手里的矿夺了过来 不过姚丽荣老太太 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嗷嗷的叫声 就冲到柜台前要结账 花卷头老太太一抹头发 扯了扯身上的冰丝挂子 对着收音员说 姐 我要脸 我比不得他们穷的来讨口子一样 我兜里有退休金 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看 不是所有老人都像这帮不要脸的一样 现在的社会 就是被这群老不死的弄得乌烟瘴气 正值晚上七点半 全场打八折 花卷头老太太 豪横地刷了自家儿子的卡 痛快地结老账 她潇洒离去 留下姚丽荣老太太 坐在店里哭爹喊娘 甘打雷不下雨地扯着嗓子嚷 花卷头老太太 有意给我们店撑腰 也算是杀了杀这群 爱占便宜老头老太的威风 经此一役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消停了些日子 收敛了不少 可他们很快又学聪明了 这个社会上不好惹的是少数 剩下的就全是些 可以随便捏来捏去的软柿子 五 他们放晚了扎堆来店里的时间 刻意闭着花卷头老太太 出没的时间段 如果真的不凑巧碰上 就躲得躲 闭得闭 甚至还会从自己矿里 专门挑出来几个 摆在货柜上 他们不敢惹花卷头老太太 那批凶神恶煞的人 就开始专门挑这些年轻人欺负 带孩子的妈 租房子的上班族 还有看起来念善的男人 就连摸样瞧着顺眼些的狗 进了我家店里 都得被他们咬上一口 那天我刚赶回店里 就瞧着他们 为难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宝妈 那个宝妈要买些牛肉和胡萝卜 给宝宝做腐食 才逛了半圈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就像土匪一样闯进了店里 姚丽荣老太太和自己的老姐妹一看 品香上好的牛肉 进了人家的矿里 一下子就有些不乐意了 姚丽荣老太太 一开始试图以德服人 劝说宝妈把矿里的牛肉 让给自己 宝妈有些为难的婉拒了她 说道 咦 我好不容易赶着特价来买个牛肉 之前来了好几次都没买到 也是给宝宝做腐食的 今天这份就让我吧 那边还有海鲜什么的 也都是好东西 您再看看 一听宝妈说话 客气有礼貌 姚丽荣老太太 眼珠子一转 嘴巴一歪插着腰 就开始刁难 依旧是担出那套尊老爱幽的说辞 拍着胸脯大言不惭的说 自己又这病那病 见宝妈依旧不愿意把牛肉让了她 她说辞立刻生了急 老嘴皮子一张巴巴巴咧咧咧咧 仿佛今天不吃这个牛肉 马上就能要了她亲命 她身旁的老姐妹 老哥哥们 还你言我一语的负荷 最后费尽了唾沫 耗完了耐心 撸起袖子 直接就要抢 孩子在婴儿车里 被他们吓得哇哇大哭 可怜无辜的孩子 也要挨摇立荣老太太的骂 吃什么牛肉 这么小吃牛肉 咽得下去吗 也不怕噎死了 你这当妈 怕不是要存心孩子自己的娃 宝妈气得掉眼泪 抱着孩子哄 不再吭声还嘴 留得他们拿走牛肉 当初我们哪有这么好的条件 别说牛肉了 连牛屁股都没见过 我们都是苦了一辈子 都是挑好吃好喝的让给你们 现在你们也应该让给我们 给你吃就是浪费 我刚进门 就目睹了这场景 他这一嗓子还没落地 我就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我一把挤开他 趁着他愣神的功夫 就把牛肉乌龟远主 还给了宝妈 我挡在宝妈身前 不等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开口说些什么 我掏出手机 反手就报了警 一看我打了110 他们一下子都傻了眼 面面相去不吭声 我懂法 可现在依旧要装个不懂法 在电话里 我把事情夸张些说得严重 说有人聚重闹事 要抢劫我们店 这一盆脏水 直接泼到了那群老头老太太们身上 他们缓过神 就争鸣着脸刺牙咧嘴的 开始骂我 放你的屁 说谁聚重闹事 抢劫你呢 我们是来买东西的 就是 我们可是来买东西的上帝 我喊了一个店员 带宝妈去结账 转过头就指着他们一个个喊道 左右你们都是土埋到下巴的人了 这牛肉给你们吃了才浪费 吃了牛肉 也治不好你们的脑子 治不好你们不要脸的毛病 只会在大厂里变成屎拉出去 这才是浪费 我一把抢过一个老太太手里的矿 就摔到了地上 矿里的东西零零散散撒了一地 我又说道 说你们抢劫都是夸你们了 一个个和土匪一样 自己做出这种德性的事情 不想着给自己儿子女儿 孙子孙女积德吗 你们也不用跟我在这掰扯 大致不认识几个 警察总认得的吧 让警察来管你们就是了 六 警察很快就来了 看了监控 又和几个店员了解了前一后果 一见到穿着蓝衣服 戴着黑帽子的民警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乖巧的像安蠢 一个个拍拍站 站在那里低眉顺眼也不吭声 刚刚嚣张拔护 字牙咧嘴的气势 请客间荡然无存 我原以为他们这般不要脸 见到警察叔叔 也必然会挺直的腰杆 离不止气 也撞得撒泼依旧 可没想到 他们现在却唯唯诺诺 连大气都不敢出 店里没什么损失 更何况全场打折的事情 本就是店里的规则 这也是我家店 一直选择地理位置 开在中高档小区附近的原因 我们内部测算过 这种营业方式并没有什么问题 逐步打折用 于区分愿意付出溢价 和愿意用自己的时间 便利性交换折扣的顾客 购买力不强的客人 没那么在乎菜新不新鲜 更在乎菜的价格 而购买力强 不在乎价格 只在乎便利性的客人 付出的溢价 也完全弥补掉折后损失的成本 只是人性的恶意 对于那一块两块的便宜 可以是无穷大的 警察也只是装装样子教育他们 煞有其事的 给他们子女打电话 各自把自家电话领回家去之后 也就到此为止 事情不了了之 他们走后 警察也劝我说 这几个老人平时横管了 这附近好多家店 都是这么搅合黄的 当初拆迁的时候 这几个就是手当其冲的刺头 警察说 可你家开门做生意 是选择不了客人的 你们店的这种营业方式是好 我家里人也常常来买 但他们三天两头就来闹 店已经开了起来 何况除过这几个变态老头老太太 店里的生意算得上是很不错的 我不甘心由着他们这样把生意搅黄 于是和我爸商量着想想办法 因为是连锁店 这种营业方式 本就是我家店的宣传手段 现在一时间还没有办法贸然改变 恶人还得恶人魔 我经过几天挑选 专门选了几个不好惹的凶神恶煞大姨 在店里站岗 当收银员 排班制 分上下午 不怕成本高 主打有仇就报 一开始 效果显著的惊人 那几个大姨 虎背熊腰 瞪着同龄一样的眼睛 好像X 光射线 他们的提成和营业额挂了钩 眼下比谁都要痛恨 那几个断他们财路的老头老太太们 一到点 老头老太太们 照常像土匪一般进了我家店 店员换了几个人 他们还没仔细瞧 倒是先隐隐约约觉得 店里的氛围不太对劲 他们没放在心上 挑选完正一屁股坐下 准备等到十一点在结账的时候 柜台那边就传来惊天地气鬼神的一嗓子 干嘛呢你们 这是你坐的地方 这中气十足的一嗓子 哪怕知道不是在说自己 听到了也要本能的哆嗦一下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寻声望去 瞧着店员换了人 那模样看着就不好惹 不想直面和这个刺头硬碰硬 也就不情不愿的站了起来 可还没待够半个小时 黑脸大姨又开始喊了 接下来的半小时 催了他们二十多次结账 他们不愿意结 黑脸大姨就开始变着花样的马结 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毫无逻辑 句句骂人不带脏子 嘴皮子快得像打块板 啼里啪啦问候了他们祖宗十八代 身体是否健康 这回轮到老头老太太们 脸都憋青了 也嘴里也挤不出来半个字 老头老太太 搬出尊老爱 又硬套公事说要报警 黑脸大姨开始胡周 报警好啊 我去年刚放出来 把你胳膊腿都卸了 能被判几年 只告诉你 别让我再出来 再让我出来 把你全家的胳膊腿也都卸了 老头老太太们还知道 害怕两个字怎么写 闭着嘴巴装龙作哑 他们赖着不结账 黑脸大姨一作 姨又像黑白无常 直接抢过他们矿里的东西摆回去 前脚摆 他们后脚抢 大姨们像遛狗一般 耍得他们团团转 把他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等到再有客人来买东西时候 大姨就问结账的客人 还有牛肉 鸡蛋什么的 你要不要 货柜上空无遗物 客人环顾四周 茫然点头说要 大姨停 立刻玩袖子 就从那群老头老太太们的矿里抢了回来 扫码 结账 一气呵成 姚立荣老太太气歪了嘴 坐在地上嗷嗷直叫 懂不懂先来后到 懂不懂尊老爱幼 有没有功德心 有没有同理心 气 老头老太太们屡战屡败 越挫越勇 大脑皮层抛光的 好像没有一丝褶皱的脑瓜子 想不明白大是大非 也不通人情世故道德素质 可却存了满满当当的坏水 他们机灵 见店员不好惹 就还是老样子挑软柿子顾客下手 店里不能久呆 那就转移战场到店外 他们也不在店里啥等了 每天从七点多互相大眼瞪小眼等到十一点 再有功夫折腾 身体也禁不住 索性他们改变策略 晚上早早吃过晚饭 就来店里先挑东西 挑完一个就在鸡脚嘎拉里一放 然后挤在门口的小广场上 跳广场舞 他们音响声音开得很大 动刺打刺 狠狠敲打着别人的鼓膜 吵得人头痛欲裂 嗡嗡作响 原本他们跳广场舞 是在外面的大广场上 现在因为我家店开业 他们每天来这里蹲点 已经快两个多月 没跳过广场舞了 现在能重操就业 一个个都格外精神 黑脸大一一开始 只以为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他们学乖了 来转了一圈 什么都没买 就老老实实的出去了 在外面跳舞也就跳吧 扰了民自然有别人来收拾 这一跳 直接跳到了晚上快十点 有大爷拿着大喇叭 在楼上喊了一嗓子之后 他们这才不情不愿地避了音响 接着他们又在外面唠嗑 东家长李家短唠 到了十点五十九 黑脸大一越瞧越不对劲 谁知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十一点一到 那群老头老太太 马上撒鸭子乌泱泱闯进店里 不知道从什么鸡脚嘎啦 搬出满满当当的矿 挤在柜材前就结账 见大一骂街 他们这下可来的精神 可有了理 那咋了 我们可没在你店里 影响你开门做生意 这是先来后到 我们先到先得 你就是一把工的 要的也不是你的钱 偷的也不是你的东 你正卖命 人家又不会多你一分钱工资 他们当然不知道所谓的提成 大一骂也深知掰扯这些道理 他们也听不进去半个字 他们七嘴八舌 还嚷嚷着 你们店可是说不卖隔夜菜 这下你不结也得结 你要是把东西扔了 我们就投诉举报你浪费粮食 就是就是 还不如一折卖给我们 我们还愿意掏这钱 你们也是减了便宜 要不然我们一毛都不会掏 大姨们没了办法 无奈结账 依旧是两三斤的牛腱子肉 十块钱买走 三十个一盒的土鸡蛋 五块钱买走 什么龙虾海鲜 上海青小白菜 个个都没能幸免于难 非脸大姨们 恨得咬牙切齿 不由得对我家店 生出几分同情来 之后的几天 大姨们都格外卖力气 可店那么大 来来去去 都是平时注意不到的死角 他们还专挑店里 王不过来的时候 趁着大姨们不注意 把挑好的菜 在鸡脚嘎拉里遗藏 谁能发现得了 哪怕是抓住了他们的现行 他们也会乖乖的披下框出门 等到你再一个不注意 他们就卷土重来 他们在门口跳广场舞 可不是白跳的 一个个伸长脖子 都在往窗户里看 要是发现 有人敢拿他们的菜 一个箭步就冲进去 追着人骂 骂些什么尊老爱幼 先来后到 你没格局没教养 这场猫抓耗子的游戏 大姨们已经竭尽全力 可没有三头六臂 难免放些漏网之鱼 店里的营业额 也因为这几颗老鼠屎 算不上倒闭破产 也算持续低迷 附近的居民怨声载道 道怨声四起 有因为他们跳广场舞 吵得几天没睡过好觉的 也有好不容易下班 散来店里挑特价菜 只能两手空空的 许多人把怨气 告去了物业 居委会 想停停里找人管一管 可压根没人 能管得了他们 找警察的找警察 告居委会的告居委会 骂街的骂街 轮着一圈下来 他们稳如泰山 气势更是嚣张 他们眼下也看明白了 什么找警察物业告居委会的 都是假把事 以老卖老这一招 永远都不过时 除过法律放到哪里 都是王炸 八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抢来菜 在家里放坏了都吃不完 可就算是自己吃不完 也不能让别人占了便宜 但这样下去 白白浪费也不是办法 在便宜 那也都是真金白银花钱的 他们还衍生出了 新的发家制服产业链 专门建了一个群 他们把晚上蹲点一折 抢来的菜 在群里按九折卖 要赚差价 大有要和起火来 再开一个老头老太太 生鲜超市的架势 此举一出 还没等我家恼羞成怒 他们就引来了 群众们的口诛笔伐 楼下生鲜超市的菜 不用抢便宜卖 家里冰柜放了一碗 都是新鲜的 原价200多的牛肉 190 石成心 一口没动 有一连戏 还有豆角土鸡蛋青鱼什么的 都一口没动过 便宜卖 保证新鲜 张改连你有病吧 还有你这样搅和别人生意的 狗屁的新鲜 那菜进了你的手一股臭味 我怕吃得上土虾蟹 把我堵死 别人说开店做生意 要有资格挣 他才不管你资格挣什么的 说自己又不开店 美其宁约 只是出二手闲置菜 受不了了 这个世界真是疯了 你们爱买不买 不买别胡说 影响别人买我的 反正我这可是特价 你们去店里 也只能原价买 特价的菜 我让你们连菜叶子都抢不到 大家都气昏了头 一个个跑来找我 让我想想办法 事已至此 我和我爸一合计 索性就把营业方式改了 连锁店 其他店都不变 只是这家改 打折的方式照旧 但是每隔半个小时 降一折的时候 有专门员工挨个给菜打单 七点就挨个给菜打九折的单子 贴标签 八点就打七折的单子 以此类推 这样他们贪便宜 提前塞进矿里的东西 没打折就只能按原价买 这个消息告诉了家家户户 可大家都颇为默契的 屏蔽了他们几个老头老太太 他们毫不知情 第二天赵就来店里扫荡 扫荡完放鸡脚嘎啦 就去跳广场舞 等到十一点半打一折 他们美滋滋的进了店 挤在柜台要结账 黑脸大姨瞧着他们 一个个仰的下巴 抱着胳膊得意洋洋的样子 就想笑 大姨挨个扫码 问要不要塑料袋的时候 姚立荣大妈还在喊 给我来个最大号的 大姨笑的歪了嘴 一报数 986块5毛 有没有会员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全都傻了眼 姚立荣老太晃晃脑袋 又掏了掏耳朵 瞪圆了眼睛问 是多少钱 大姨拔高了嗓门 986块5毛 姚立荣老太 连忙嚷嚷直喊停 又重复了一遍 多少 得到的回答 还是986块5毛后 说时时那时快 姚立荣老太差点拔地 跃起两米高 连连后退惊叫 怎么可能 你也花了吧你 现在可是打一折的时候 你这卖金子的 原价要一万块钱 一旁的我早有防备 拿出提前放好的一盒鸡蛋 上面清清楚楚 贴着一折的标签 我摆正了神色 一次一句的说 从今天开始 店里每次打折 都会贴标签 一律按标签上的时间算 你这些东西都没标签 可不是得按原价买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眼睛一个比一个瞪得圆 脸上五花八门 什么颜色都有 几张老脸红了又白 白了又红 最后变成如锅底般 结结实实的黑 相比于他们 所有店员脸上的笑容 都格外灿烂 姚立荣老太慌了神 触店一般丢到手里的框子 吵吵嚷嚷说不买了 剩下他的几个老姐妹 老哥哥们也都如法炮制 不买了不买了 你们这就是坑人的 哪有这样挖好了坑 专门让人往里跳的 就是就是黑店 剩下的事就不归我来管了 黑脸大一闷 深安琴拿树 左手按一个 右手抓一个 骂街的骂街 报警的报警 双管齐下 这群老头老太太 叫苦连天 呜呼哀哉 最后还是得不情不愿的 掏了钱包结了账 越贪心的人 此时就付出的越多 人心不足舌吞向 多行不易避自闭 就 有些人可能会说 那些大爷大妈 就是素质低 觉得开门做生意 难免会遇到这种 贪小便宜的人 既然害怕被人占便宜 那为什么还要定 这种营业模式 为什么还要开店 可这不是素质的问题 在街上随地土坛 随地大小便之类的 那才叫素质问题 而像这些大爷大妈 单纯就是坏 又贪又坏 自私自利 他们根本不是没钱 从前村里的拆迁户 家家户户都分了房子 分了拆迁款 能有多穷 他们就是计较这些便宜 就算你的营业模式 无懈可及 就算你明把标价 可他们依旧有 各种各样的说辞和借口 造谣 诬陷 诋毁 耍赖 无所不用其极 你有张良记 他们有过强踢 孙子兵法 瘦走流皮 哪怕是绿皮火车路过 都要被扒掉一层铁皮来 按时间段打单的方式 托具成效 一开始 他们还咬牙切齿 不愿意硬生生吃下这个哑巴亏 一折的特价菜抢不到 那就抢五折的 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造谣 泼脏水 走街串向四处去去 我家店里的东西 这不好那不好的 可是他们渐渐的发现 我家店的生意好的简直离谱 有了这么一整治 家家户户都想着给我撑腰 丝毫没见他们嘴里 要倒闭的势头 反而生意更是蒸蒸日上 几个老头老太太气歪了嘴 又心生一气 既然自己不能提前进去挑 就拦着不让别人挑 等到十一点 他们再进去洗劫 但他们这个计划 刚时时半天就搞吹了 根本原因是 他们忽视了群众的力量 他们堵在我家店门口 影响我家做生意 都不等我们店员报警 左离右舍就先报了警 花卷头老太太 组织着众人 要和他们一决高下 声势浩大 场面壮观 花卷头和姚立荣的EVEPK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成了大爷大妈的车轮战 车轮战没一会 又变成了男女婚战 姚立荣老太太那边寡不敌众 一个接一个的败下阵 还有警察呵斥警告 不愿意落得一个 聚众闹事的罪名 无奈只得杀鱼而归 花卷头老太太 不费吹灰之力 大声姚立荣 拉着我的手 向我连连作宝 你大妈和你说掏心窝子的话 你别怕 这店你可得开下去 便宜实惠 二连三的冒出声音 就是 最近的菜市场要十公里 还只开上午 每天买个菜多不方便啊 起早餐黑的 一把老骨头了 哪能经得住这么折腾 张改连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了 搅黄了好几家卖菜的不说 现在还要来搅和 为了那几块钱的便宜 要耽误这一片人的生活 花卷头老太太的行动力报表 反手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让我有事就给他打电话 他会喊一车面包人来给我撑场面 可还没等那几个老头老太太卷土重来 他们内部就先出了矛盾 按时间段打单的新规定 让他们必须跟在员工后面 抢员工贴了标签的东西 这下他们内部之间 可就出现了竞争关系 来得早没折扣 货品到齐全 来得晚有折扣 货品参差不齐 那天他们又组团约好了 打七八折的时候来 正好赶在最后一波 可流量高峰前 接接实实能占最后一点小便宜 黑脸大姨在前面挨个打单 他们一个个就跟在屁股后面抢 丸子头老太太 刚演几手快 抢到最后一盒打单的瞎 姚立荣老太一见痛失所爱 立马就没了什么好脸色 可碍于是自家内部人员 不能撕破脸 纵有不满 也只能先咽尽肚理 但没成想 丸子头老太太 就和开了加速挂一样 前脚黑脸大姨打了单 后脚她就开了闪现 一把夺走 这么一来一回 又一来一回 如此往复 姚立荣老太太终于爆发了 她一把推上丸子头老太太 扯开了嗓子就嚷嚷道 你有完没完了 你都拿了多少 十 马上大部队就来了 这么多人 怎么就你这么不要脸 只知道自己占便宜 同事煮在一锅的菜 谁也不是什么好萝卜好土豆 丸子头老太太不甘示弱 一撑胳膊 马上就推了回去 吵吵道 你自己抢 不着关我啥事 东西放在眼跟前 我又没拦着 不让你抢 丸子头老太太 撇着嘴瞪了她一眼 他们两个在这吵着 一眨眼的功夫 黑脸带一缸贴好标签的牛肉 马上就进了一个歪嘴老头的豆 唉 我说你 这下好了 所有人的战斗欲在此时此刻 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你推一把 我骂一句 这扮一脚 那脆一口 他们的战士如火如荼 赶在彻底大爆发前 黑脸大一颇有先见之明的 把他们一行人挪出了店 果不其然 姚立荣老太太 当天夜里就不知道被谁推了一把 这一推本不要紧 但她急火攻心 气得直发抖 脚下也不稳 姚姚晃晃一脚踩了空 直接把脚崴成了骨裂 被送去了医院 骨裂的原本也不要紧 谁知一检查 竟然查出了肾积水 原先她有肾结石 因为有些严重 再加上年纪大 但医生建议她做手术 她不做 她非要说听哪个大夫说 自己没事跳一跳跳出来就好了 结石当时是跳出来了 但没完全出来 这下肾积水 可是接接时时要动刀 上手术台的了 医药费走一宝报销 还总共花了四千多 她儿子儿媳妇平时工作就忙 偏偏她还在这添乱 眼下更是憋了一肚子气 把她骂得狗血淋头 贪小便宜吃大亏 丸子头老太太 听她出了是动手术 以为是自己差点闹出的人命 下了在家归缩了好几天 不敢出门 他们内部转眼就损失了两元大酱 而剩下的都是虾冰蟹酱 不成气候 这套离间计时事还不到一个礼拜 他们内部个个都反目成仇 他们把对我家店的气通通 撒在了昔日的同胞老姐妹 老哥哥们身上 甚至为了买到便宜又更好的菜 不惜在打九折的时候就来扫荡 哪怕自己没占到多少便宜 也绝不给他们留活路 可折腾了没几天 自己的退休金就霍霍不动了 亏了他们的福 我家店从此以后 算是彻底解决了心头大患 生意也不如正轨 每天的营业额都很不错 黑脸大姨们数提成数到手软 月底的时候更是发了奖金 笑得合不拢嘴 他们对着我直夸 这法子好呀 你之前还总担心人工 怕按时间段打单的活太累 这类点算什么 那群老东西再也不敢来了 快要十点 我们已经准备闭店了 现在店里的东西 根本等不到十一点 就会全都卖完 被人挑剩下的烂菜叶子们 也会一起打包好 有专人来收 大姨们一边收拾 一边和我唠嗑 听说这附近马上要开家 卖保健品的 你们知道不 啥保健品 还能有啥呀 专门糊弄老头老太太们的东西 吃了只百病呗 不都是这套说辞 早晨喊人去听喝领鸡蛋什么的 说是天天去天天能领 只要动动手扫扫码 可天上掉馅饼啊 哪有这么好的便宜 天天令你占的 卫生一打扫完 灯一关 卷闸门一拉 这算是闭了店 如黑脸大姨们所说 没过几个月 这附近就开起来一家 专卖老年人保健品的店 店面不大 没怎么装修 门口都摆着产品盒子 开业那天 十里八乡的老头老太太们 听说能免费领鸡蛋就都来了 刚开始只是听听客 就能免费领鸡蛋 后来就要他们挨个扫码 也不知道扫的什么码 就在给一盒价值388的产品体验中 那家老板是个女人 看起来和和气气 低眉顺眼的 一口一个直喊老头老太太们爸爸妈妈 一天要扫码 花卷头老太太马上就不干了 按着手机质论来女人 你这是扫的什么码 要注册什么账号 十一 那女人笑了笑蹲在她跟前 杨妈妈 您别急 我们这都是正规门店 扫码注册的是我们公司会员的账号 这会员账号 可是要消费满2800才能注册的 但是我家出到宝地 见到各位爸爸妈妈们格外亲切 所以特地和上头老总 申请了十几个名额 这样爸爸妈妈们 以后在咱家买产品 就能享受内部的折扣价 价值2000多的东西只要1000多 姚立荣老太太大病出狱 就特地赶来占便宜 一声声爸爸妈妈 哄得他们几个没开眼笑 两只耳朵 只听见2000多的东西 现在只要1000多 而且名额还有限 马上就洗上眉梢 那女人见花卷头老太太 无动于衷 马上就一脸伤心 说道 我们都是正规门店 有营业执照的 我把你们当亲爸妈看 没想到爸妈 却对我这个女儿不满意 姚立荣老太太 一屁股撅开花卷头老太太 把自己的手机递了上去 她笑嘻嘻地说 大闺女 大妈不怎么会是手机 只会弄个微信 你帮忙给大妈注册一个 他们只会扫兴 这便宜他们不占 我们占 一个和他昔日的同胞老哥哥 马上就附和起来 你还有一声罢 我就拿你当亲闺女看 花卷头老太太 在社区里挂了闲职 平时没少接收 反诈的洗礼 现在看到这操作 马上就呼吁 大家别冲动扫码 别贪小便宜吃大亏 到时候信息泄露 卡里的钱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 民事里的老头老太太们 也跟着提起警惕 那免费的试用装 也不知道来路 索性凑热闹领的鸡蛋 也算没白白做一上午听课 大家走得走 散得散 唯独平日里 那几个爱占便宜 来我家店里 闹事的老头老太太们 偏离大不对 自告奋勇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都享受VIP待遇 不过这个待遇 可不是普通的VIP 是VIP诈骗的待遇 他家店红火了一个礼拜 突然在一夜之间 就人去电空 那天晚上我照旧看店 和几个黑脸大衣 都是真真切切 看到他们紧锣密鼓的 把店里的东西 都搬上了大卡车 这一夜蒸发的操作 那群老头老太太们 又傻了眼 有的说自己卡里的钱 少了一万多 还有说吃了保健品 结果并越来越严重的 他们上门讨说法 店里空空荡荡 事已至此 姚立荣老太太 还不相信自己 已经上当受骗 她站在店门口汗流加倍 掏出手机 瞇着眼睛 连拨了十几通电话 可电话那头 都是无人接听 她的脸一下子惨白如指 她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的钱 我还用我儿子的两万块 她说充值了啥时候都能用 还能反力赚钱 这可怎么办啊 那天的场景格外惨淡 几个老头老太太抱头痛哭 挨个给儿子女儿打电话报警 打不通的就自己去派出所 诈骗这种事层出不穷 本就抓住了爱贪小便宜的心理 贪心这种事无可厚非 一块两块只是薅羊毛的乐趣 但失了理智 钻了牛角尖就会酿成大祸 黑脸大姨一边嗑瓜子 一边点瓶鼻涕 眼泪甩了满地的姚立荣老太太 嘖 也是孤家寡人 他们这几个 儿子女儿都不亲近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作孽 老了子女们不愿意管 只管有吃有喝给点钱就行 别都怪子女 有些老人就是那样 哪怕样样不缺 骨子里的恶劣是变不了的 我笑了笑 认知程度决定了上线 贪小便宜吃大亏 这句话我们都听过 可类似的闹剧好像每天都在上演 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无论什么总要付出代价 那些灾祸完全是由自己招来的 一丁点都怨不得别人 有时候免费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